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看到 美方一些人士在溯源问题上搞政治操弄 越来越露骨 从抹黑中国抗疫成就 到鼓吹中国实验室泄露论 从诋毁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权威报告 到打压秉持客观立场的科学工作者和专家 从动用情报部门介入溯源 到推动开展把中国排除在外的所谓独立调查 这些人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借此把自身抗疫失败的责任 转嫁到中国身上 无论这些人怎样变换政治操弄的手法 事实都不会改变 导致60多万美国民众失去生命的 正是那些无视科学 把抗疫政治化的美国政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